哈喽 外事学院的学弟学妹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四学姐小生 那么今天主要拍这期视频呢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外事学院的超人气美食部分 那么这些美食公园呢 主要是我和我周围同学们 这四年以来不停的 夜以继吃吃吃总结出来的经验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外事南区一共有三家餐厅 这里美食准备 吃饮多 有钱 好吃不贵 平价小费 基本上能满足同学们的日常吃撑需求 这里就是一餐厅 第一楼这家老三盖椒小炒 是我经常吃的 它家种类比较多 都还不错 二楼的冰哥烤冷面必须来一份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一家金针菇和热狗 非常地热烤 这家酸辣少粉也是必须吃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家旺克鸡 黄闷鸡鸡所谷 最近吃的格外上衣 我其实他们家的鸡刹骨就是 已经是炸入味的那种 而且焦香 还有那种骨验的香味非常非常浓郁 就非常浓郁 绝了 强烈推荐 那么吃完午饭呢 别忘了一杯他们家的茉莉花茶 份量味道一级棒 而且你敢相信 这么大杯只要三块钱 现在我们去翻二餐厅的牌子 在二餐厅上 值得一说的就是他们家春风一面 保证你家吃完一碗还想吃第二碗 哦 对了 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萝卜泡菜 渴 很渴 非常非常渴 二餐厅二楼有家十锅饭 同学们的翻牌率也是很高 正是这里 如果你喜欢十锅拌饭的话 你一定要来这里哦 三餐厅的美食就更多了 吃到鱼粉 新剩圆筒饭 美乐滋泡泡鸡都是超级超级好吃的 说着说着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他们必须有幸运 如果有外校同学想来找你玩的话 一定要来我介绍的这家去吃 吃得好还能花费少 我们的新豪评再合适不过了吧 那么问题来了 有些同学想提高那么一丢丢档次 或者是情调的话 那么一定会说走 去外面去吃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啊同学们 肯德金蜜雪冰城茶花 冷螺丝粉蛋高工坊等等 目前比较火的品牌这里都有哦 还有三板斧善当家 味道环境都能满足一下 你想要放肆的味蜜 我已经把好吃的整理成文字版 兄弟姐妹们要自行截图保存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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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预防